在马来西亚十轮金刚大法会之后 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 在2007年连生活佛造访台东花莲 各道场的实况报道 首先您看到的是在10月13号的下午 这里是台东机场 我们外景队伍看到了很多的弟子 陆陆续续地赶到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欢迎 真佛宗的根本上师连生活佛 今天来等谁 严生活活 等多久等这一刻 我师尊的话我接过两次 他来台东两次好像有队友来接 好有缘哦 故意多久 故意差不多20年了 我是联军法师 您负责的是 我是《燃灯杂志》的记者 很兴奋 因为很难得的机会 希望大家欢喜迎接我们师尊 护持真佛 谢谢 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把今天的开心带到以后每一天 现在有什么心情吗 现在很高兴啊 你们很辛苦了 你 不是 是不是来了 我们还来不及一一地访问大家 在这个时刻 大家开始欢呼起来 因为透过玻璃门 已经看到了圣尊连生活佛下飞机 步入了入境式即将出来 大家欢喜不已 不知道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激动和兴奋 不自主的就纷纷的上前顶礼献花 圣尊连生活佛也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出了机场大厅 短短要上车的路程都走了好几分钟 让台东的人见识到连生活佛的涉重魅力 等圣尊连生活佛上了车 很多人也动作迅速赶紧搭上自己的交通工具 紧跟着圣尊连生活佛的坐车 这种有如记者紧追的车队 顿时也让我们外景小组神经紧绷 好像自己也快变成狗踩队一样 十分挣扎到底应该加速追 还是好好正常开车呢 不过在这边回想起 师尊也常常提醒弟子们 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逞一时之快 千万要注意安全 在这样的车队进行中 马上的在路上 我们看到了可思议的奇景 那是什么呢 在前方天空突然降下一道彩虹 好 我们看到了前方的彩虹 这是太 要说巧合也是巧合 但是说 这顿初间在哪里就有彩虹 这是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这种巧合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是的 像这样的巧合真的是不胜美举 像是在莲花童子诞辰法会当天 在高雄拍摄到太阳的周围 有一圈彩虹光 而西雅图雷造似的中秋月亮 竟然呈现密教混的咒词 我们再来看 像是这一次本来科罗沙台风登陆席台 可是连身活活在抵达台湾之前 科罗沙台风就解除离境 本来又有一个零零台风要来 结果很莫名的 在圣尊在台期间都没有席台 这真的是巧合吗 科学角度也真的是很难解释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连身活佛 在2007年10月13号 历临台东的银海塘 途中有不可思议的彩虹带路 增添了这一次旅程的一个话题 同时由于人口密度不大 圣尊连身活佛非常关心 东部地区征佛宗道场的发展 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 当天连身活佛宝贵的开始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还是要走一趟 不管如何 山再高 水再怎么升 还是要来 不舍一个众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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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将来我们也希望说 你能够啊 好像是说 每个礼拜有一天 让大家一起同修 另外你这边呢 也有一个好的发展 刚才坐车子上来的话 能够找地的话 能够买下地 盖雷藏室的话 这地方应该有地 有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地理应该是什么 你现在做的是石头的争议 以后做的是人头的争议 人头的争议 人头的争议 比石头的争议还好 因为石头必须是硬的 是硬的 人头是软的 人头是软的 那么人头是会动的 石头是不动的 所以这个生意会更加的兴旺 希望呢 希望这个银海堂 将来所度的众生 就像那个彩虹一样 能够生起来 一直往虚空中生 度的众像银海一样 那么听到一个地方 我总是要让同门 要让同门 他们本身 这个 问几个问题 以前也就是到每一个堂都要给人家问问题 那么你们问的 不要问 随便你们问 我能够打的 我能够打的就 能够 能够帮你们打的就帮你们打 好不好 我想请示师傅说 我们的雷杖寺大约要多久才能够实现 雷杖寺要多久才能够实现 算 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这样子回答 他这样子回答 如果不精进地做的话 永远没有雷藏使 如果很积极地做的话 五年就有雷藏使 曹老师尊我想求利财神法 这个密教有五路财神 他有白财神 有房财神 他有这个利财神 有黑财神 那么也有红财神 那么利财神 你特别喜欢令 你这样子好了 有几个人想奏利财神贯典 谁懂得利财神的咒语 可以 那等一下你来练 等一下贯典的时候 你要念大声一点 那利财神呢 他是以什么知识出现 以什么姿态 师尊在问你 师尊在问你 以利财神 其实所有的财神 一般来讲 都有双生的相 都有双生的相 财神本身都有双生的相 因为四大天王 四天王化身的 因为他属于这个地居天 属于地居天 那么没有离开欲戒 所以还是有双生 还是有双生 没有离开欲戒 跟人间很接近 财神跟人间很接近 在天上最富有的 就是四天王 在海中最富有的 就是龙王 在地上最富有的 就是三王 三王 就是三神 三神 那等一下可以灌 那个利财神的贯典 请问师尊如何在 梅心轮安置大威德金刚 即如何运作 在梅心轮安置大威德金刚 跟如何运作 要知道梅心轮是属于千叶莲花 千叶莲花 那么你要先观想 一个后字 一个后字 后字呢 在一斗千叶莲花之上 在一斗千叶莲花之上的中心 那么这个后字啊 就变成十日金刚处 那么在安置 把后字安置在 这个金刚处的中心 在梅心轮有千叶莲花 然后出现了十日金刚处 然后出现了十日金刚处 有凤字 然后凤字放光 放出这个光出来 这个射召虚空 射召虚空中的 本尊大威德 本尊大威德 那么下降 这个时候你的十日金刚处 化为日轮夜轮 十日金刚处 引擎这个大威德金刚下降 从中脉 进到你的这个千叶莲花顶上 那么你要观想大威德的单身 独雄大威德 就单身像 单身像的话 是一手拿这个驴器 一手拿叶刀 那么观想他的像 这个 然后脚的姿势 脚的姿势 这个右脚伸长 左脚呢 稍微列弯去单身像 那么整个大威德的形象 你要想出来 比如他有这个脚 好 有这个脚 有两只很长的脚 那么他有这个很长的这个脸孔 他的头划是往上竖的 往上竖起 法子上 在他的顶上 还有文诸施利菩萨 在上面 还有阿弥陀佛 那么他的全身是蓝色的 配着虎皮裙 穿虎皮裙 另外他的事物很壮严 他的一些事物你都要观想出来 这个就是在你的 眉心轮 安置 大威德金刚 这个 大威德金刚下降的时候啊 你自己本身要念 大威德金刚咒 念完咒的时候 大威德金刚 放光 射召五佛 所有虚空中的佛 菩萨 全部集中起来 化为一个光点 全部进入 你的眉心之中 进入大威德本身的 威德的心中 这就是安置大威德